一落季等著的球迷立即發出歡呼聲 香港足球代表隊完結亞洲盃的旅程 足總主席霍啟山、教練安達臣 和一眾球員星期四下午回到香港 今次港隊在最後一輪分組賽不敵巴勒斯坦 隊長葉鴻輝就說結果不完美要繼續加強球技 對於旅程過程好結果不好 我們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但是我們想用我們的踢法去對不同的對手 始終去到職業足球結果輪 所以都要回去盡快 我們看看如何可以再提高一些 真的希望在強隊身上贏到球 而第一次登上亞洲盃舞台的余子南 就說會視失敗為動力 再接再禮 畢竟是一個大賽 人生都不知道有多可有這些大賽踢 在這些大賽有得出場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表現自己 可能因為這三場的輸球令我成長了 兩位港足老大哥谷迎智和王陽 先後在亞洲盃期間宣布退役 港隊國援時代結束 亞洲回到香港的時候就說 雖然沒有正式上陣 但是這次旅程是14年 港足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次 他寄予年輕的球員可以放膽一搏 而新一代球員潘佩軒就說 很感謝前輩提攜帶領和教導他們 貼一lled 好 孩子 站住 家 Writt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